design process sareena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areena的廚房 最近終於感受到秋季的氣息啦 那麼來分享一道暖呼呼的料理 桔肉 豆腐 煮材料只有两种 调味料中辣度可以按自己口味调整 咖喱块建议选用日式的 口味更加柔和 那么正式开始前 一定要记得煮上米饭的部分 我喜欢在白米里混三分之一的糯米 煮好的米饭更软糯 油配米饭的咖喱才是最棒的享用方式哦 现在就可以来处理食材啦 将洗干净的鸡腿肉切成一口大小 尽可能均匀 切好之后冲洗一下 沥干 加入一半蒜蓉 以及味醂 翻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用一张厨房纸包裹住滑豆腐 吸掉多余的水分 滑豆腐很嫩 所以操作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切成同样大小的长方体豆腐块 不要弄碎哦 切成这样的长方体会相对不容易破损 同时也能享用到豆腐厚厚的口感哦 辣椒的部分其实用任意的品种都可以 稍微切碎就好 咖喱块可以适当处理成更小的状态 方便之后料理的时候融化的更均匀 处理完食材就可以来煎豆腐啦 煎过的豆腐不论是口味还是口感 都能得到提升 用中火慢慢煎制 四个长方形的面都稍稍煎至金黄就可以啦 这时候就到制作咖喱的核心步骤啦 准备一只大一点的汤锅 放一些味道简单的油 加入剩余的蒜蓉 以及辣椒碎 炒香 加入腌好的鸡腿肉 高火翻炒至七成熟左右 加入咖喱块调整至中火 翻炒均匀 先加入一半的椰奶 可以让咖喱融合得更均匀 加入煎制好的豆腐 轻轻翻拌均匀 小心不要弄碎豆腐 加入剩余的椰奶 稍微搅一下 加入黑胡椒和自然粉 持续边加热边搅拌 搅拌期间使用小火 保持让咖喱微微沸腾的状态 直到肌肉全熟 离开火炉之后 用盖子盖起来焖五分钟 趁这个时候去准备米饭吧 这次的食材足够四至六人份 快来再凉凉的秋季里 煮一大锅咖喱和家人朋友一起享用吧 在软糯的白米饭上浇上热腾腾的咖喱 这次料理的主体口味是甜和辣 秋季湿冷的天气里享用辣椒是非常舒服的 椰奶中和掉了咖喱中过于刺激的辛香料味 同时也增加了品尝时的层次感 再加上日式咖喱带有的独特果香 最终呈现出一种柔和 却能逐渐散发风味的料理 越吃越有味道 配上嫩嫩的鸡腿肉和香煎过的豆腐 真的是一顿温暖又满足的晚餐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吃吃